在您走进社区当中 感受来自社区的爱心 位于南子区仁昌里内的寿风路上 在先前发生暗夜大火 造成瑞幸一家人的财务严重的受损 而且还有一死的伤亡 而在社区当中认为这一家人处境堪怜 于是里长发起了社区的爱心募款活动 得到很多民众的热烈响应 甚至有幼稚园的小朋友拿出铺满要捐款 4月20号晚间寿风路民宅大火 外墙焦黑的痕迹还在 同情受大火波及造成一死的瑞幸一家人 南子区仁昌里发起募款活动 平常看我们里面有时候很节俭的人 可是他捐款 爱心不露人之后 所以他捐了好几千块 我想说这是觉得比较感动的地方 因为他平常对自己这是很节俭的人 可是他为了这次的一个受灾户 他捐了他胜品最大一个捐款 我就捐了五千 所以我们把我们的爱心捐款的发明 我们公开在我们的活动东西里面 习慕的明细表就公告 在社区活动中心最显眼的地方 从4月25号起来自各方的爱心捐款细节 每日更新 无论是几百元还是数万元 都是善心人士的捐低累积 想要帮助他 有号召亲朋好友一起来吗 有 就是有跟班上同学说 捐五百等于是捐五十万 很感动 大家很温暖 对啊 都是感动 连幼稚园小朋友都抱着存了好久的铺满 到社区活动中心指明要捐款助人 捐款 要帮助别人吗 对 这是我存的一年的铺满 第一时间要帮忙救急 人昌里内的募款活动预定一连展开十天 希望用有限的资源 让火灾受灾户重新振起来 度过人生低潮 港区讯会员朱宇红采访报导 难免 好 алось